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看到前面三次的话长征五号火箭都是属于实验性发射 这次的话是它真正作为一个应用性的火箭将火星探测机送散太空 第三个亮点就是今年的七到八月份将是火星探测的重要窗口期 因此在这个阶段里面中国美国阿联网将会陆续发射火星探测机 那么我们也预祝说中国的天文一号火星探测任务能够取得圆满的成功